倒車一分鐘 大家好我是豆哥 今天跟大家聊聊未來啊 很有意思的是 前天特斯拉剛剛宣布 要準備推出16萬左右的車 昨天晚上未來就發布了 四五十萬的ET7 一個是高富帥特斯拉往下探市場 另一個是純電老二向上走高端 是不是正好相反 分別走到兩個極端 來看看ET7的餐飾 手距超三米 車長超五米 續航超一千公里 公尺扭曲達850牛米 嚴格來說它比Model S還要大 當然動力是不比高性的版本的S高 但價格可是便宜了三四十萬啊 所以豆哥左看右看上看下看 這台ET7的競爭對手 或者說目標客戶群體其實是BBA 也就是寶馬5系奧迪A6和奔馳一起 尺寸級別接近價格區間平期 唯一的差別就是純電動 從這個角度來看 這台ET7是很有里程碑意義的 ET7算是國產裡面唯一一台 可以和BBA同級別對抗的 同價位的新能源車型 那有人就會質疑說 富含有比亚迪漢和紅旗H9嗎 一是漢的動力沒有ET7這麼猛 價格不敢訂這麼高 二是H9它不是純電的 未來敢這麼做是需要勇氣的啊 有賭的風險啊 賭就賭有多少人玩厭的BBA想換口味 就賭多少人想體驗3.9秒破百的第一級車 當然也是有可能出現像Model S 取高賀寡的狀態 就是沒人買 所以說豆哥最後問一下大家 要是你 你是會買未來還是特斯拉呢 豆車一分鐘卡車好輕鬆 豆哥其實不止一分鐘 下期再見